那我們來看幾個簡單的題目 直角三角形面積是 18平方 球棋斜邊的最小值 可以嗎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算幾不等式的問題 這個射兩股為A跟B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A乘B除以2 要注意除以2是18 也就是說A跟B等於 36 所以這是已知 對不對 求A平方加B平方之 最小值 那你現在有一個 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說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去求A加B 以知A乘B是36 求A加B的最小值 然後利用乘法公式 因為A加B平方會等於A平方加B平方 這個 加2AB嘛 所以你再去算到時候就有A平方加B平方的最小值 又或者我們一貫的做法就是說以這個算幾不等式加的這邊來列式 那以加的這邊來列式的話其實我列出來的是這個 你講說有平方啊有平方怎麼辦 照做就把A平當X B平當Y 反正你看到什麼加什麼就寫 那所以說這裡會大於等於 A平乘B平 那A平乘B平 開個號就是AB 所以這裡其實不用開它會是36 那你就得到A平加B平會大於等於72 這就是它的最小值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一題 平面上AB兩點距離是5 以A為圓心 R為半徑化圓 那這個R比5小啦 在從B對圓做切線的時候呢 切點是P 那隨著我的R不同 問你這個三角形ABP的面積最大會是多少 我們先來做做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是我畫了一個圓嘛 那這個半徑是R 然後因為我的R會小於5 然後AB是5 所以B一定會在圓外 可以嗎 假如這樣 然後現在這條長度是5 B對我的這個圓做 這個切線 切點是 切點是P 然後要你求這個三角形ABP 面積 到這裡沒有問題吧 那其實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不管我的今天我的這個R 我如果畫大一點 我如果這個R畫大一點 我們畫在這裡啦 才不要把這個圖搞亂 我畫一個小的 然後 這樣子嘛 這是P嘛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如果我的R畫大一點的 那我的這個 切線其實就被往上排了 就變成這樣子 P點跑來這邊 然後這樣子做過來 那不論如何 這個PB一定會垂直 PA 而且不論如何 這裡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斜邊以直是5啦 對不對 就是斜邊是AB嘛 你會得到的就是說以AB為斜邊 以AB為斜邊 然後在這裡做直角三角形 在這裡做直角三角形 在這裡做直角三角形 那一個直角三角形 以直斜邊是5 問你他的面積最大可以多少 這樣子 所以直角三角形 斜邊 球 面積最大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到底面積最大會是多少呢 我們有兩個方式得到這個答案 一個就是我們對於這個圖形的想像 那你會發現 其實我底已經固定了 斜邊也是一種底 阿尼薩爾型面積不是底層高嗎 所以當我底已經固定的時候 我的高其實最多最多就是怎麼樣 到中間的時候他會 會最高 那你說我高可不可以 我就是高要畫很高不行嗎 你畫高如果畫得很高很高 他就不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最高的時候 其實是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最高的時候 那我說這邊是5的話 那因為等腰直角三角形是1比1比根號2的 所以他 這邊會是他的根號2分之1 2分之5根號2 然後這個又是他的 根號2分之1所以這是2分之5 2分之5 所以他的這個面積會是5乘以2分之5 再除以2 所以是4分之1 那這個為什麼會放在這一題呢 他其實跟我們前面在 這個 算起不等式的圖解 也包括就是我們前面不是做那個根號15的長度嗎 的動作是 一樣的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說如果你這條我故意就是要畫很長 他不是直角嗎 那你說你怎麼知道畫多長不是直角 那就是我們用直規做圖做根號15的時候 那我們那時候用了一個姿勢 就是說怎麼樣 到AB兩端點會夾直角的點 會夾出直角的點 都在以AB為 直徑的圓周上 半圓的圓周角是90度 所以如果我在這裡畫一個圓周的話那麼我這上面的所有的 連過來AB兩端都是直角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要 像我們剛剛這樣去想像 去想像這個圓 不斷的擴大 不斷的擴大 那他不斷的擴大我的這個P點也會一直跟著改變位置 其實這些P點呢 最後就是會形成這個 A跟B之間的 以AB為直徑的這個圓 所有的P點都會落在這個圓上面 隨著你的半徑 小的 大的 超級大的 你的你畫出來的這個切點P 就會落在這個以AB為直徑的圓周上 所以他 這個圓周裡面 最高的就是中間這一條 這就是我們在 用圖解證明算起不等式的時候做的事情 那所以這是這一題 那OK的話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那學到這裡呢我們其實已經把這個第一冊第一章的姿勢 除了最後的 絕對值的姿勢以外 幾乎都上了 所以我們會開始去整理之前的 學過的東西 那 像這樣看到一題你知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處理根號的問題 問你說根號 N-掉根號N-1 要小於0.1的話 N必須要是 最小是多少 那先說明一下這個題目 就是說 N是正整數 N是整數 那 連續的兩個整數開根號 他們之間的距離會隨著你的這個整數 越 大 兩個根號之間會越差越小 可以嗎 舉例來說這個 根號 2跟根號1 根號2是1.414 0.414 跟號1是1 如果根號3 根號3是1.7多 可以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這個還有差0.414 這個只有差 0.3多一點點 所以说这个根号之间是越差越小 这个反应是如果反过来说平方的话 两个连续的平方差是底数和 是连续基数 就是说这个4平方跟3平方差4加3是7 5平方跟4平方差5加4是9 也就是说平方的话 连续的完全平方数是越差越大 那么反过来如果是开根号的话 是越差越小 那越差越小就问你说 到多少开始的两个根号 连续两个根号的差 会小到变成不到0.1 这样子的问题 那来做做看他要怎么做 那在这里其实有一个建议 建议一项成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好算 你如果在这边 你说我这个根号我不要 我同时平方 我同时平方的话 变成说你这个n加n-1-2倍的根号的n乘这个 那就还是有根号 对不对 就会不好算很多啊 那所以说如果我可以移向一个到对面来的时候 这样我两侧只剩下一个根号的话就比较好算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作业这么多题里面 我们会挑这一题讲 因为就是说如果没有讲的话 学生比较不容易自己做对 即便有提示 那所以我们来把它移向过去 我们把根号n-1移过来 然后把0.1搬到左边 那为什么0.1要搬到左边呢 我刚刚说明就是说两个根号写在不同边 会比较好算 那为什么0.1要搬去左边呢 那纯粹是因为我这里已经有n-1了 会比较丑 所以0.1搬去左边才不会让它 就是更丑 因为这个n看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我们两边同时平方 OK 这也会变n-1 那这个是 这个a平方-2ab -2倍的 所以是0.2倍的 更好n 加0.01 到这里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这两个n可以消掉 然后把 把-1搬 把这个-0.2这个搬去右边 就变正的 0.2乘根号n 把-1搬来左边是加1 变成1.01 那你说这样怎么办 很简单啊 同乘5这0.2就不见了 然后怎么样 同开根号 所以n其实是会大于 5.05的平方 5.05的平方 那你可以用5加 5加0.5 更正是 5加0.05 不是0.5 那于是把它平方的时候 n就会大于 25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对不对 所以2乘这个是变0.1 再乘5是0.5 这个0.05的平方是变成万分之25 所以是0.0025 那也就是说 25.5025 它要大于这个数字 所以它最小会是26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这局就上到这里 5加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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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0.025